八岁大的女孩不停地抽打自家保姆 只见保姆不但没生气 反而脸上还浮现出了幸福的笑容 原来这个小女孩天生就得了一种怪病 不懂得反抗 不懂得拒绝 经常无缘无故遭到同学们的欺负 从这件事后 女孩的脾气也开始变回了正常 因为她知道自己如果一旦受到了伤害 就要加倍反击 翠花健壮心理也是十分欣慰 放学后 两人来到了路上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 可等到翠花鼠到时的时候 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女孩了 反而还看到了几年前卖掉自己女儿的前夫 她被吓得赶紧大声呼喊女孩的名字 可都丝毫没有找到她的身影 无奈她只好冲刺回家 把女孩被绑架的事情告诉了女主人 女主人听后很是疑惑 下一秒 小女孩却莫名地出现在了家里 第二天翠花准备送小女孩去上学时 发现自己的车子竟然莫名被砸 女主人为了女儿的安全 把翠花无情开除 之后的日子 翠花还是会暗示地偷偷去学校见女孩 女孩也渐渐地对眼前的翠花产生了感情 知道这件事后 女主人对翠花产生了怀疑 开始跟踪起了她 直到在她家桌子上看到摆放的女儿照片 她才恍然大悟 原来翠花的目的就是要抢走她的女儿 她对翠花表示自己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并说以后不想再见到她 女主人走后 前夫也找上了门来 威胁翠花交出所有的钱财 不然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女主人走后